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归着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奏你的慈爱 阿弟宿说你的恩典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感谢神今天这么一大清早 可以来学习神的话语 可以分享神的话语 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求主耶稣圣灵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主耶稣 今天让我们有这种美好的机会 可以学习 可以聆听你的话语 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旨意 我们奉耶稣的美献上感恩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 有一个经节 在叶伯记第一章二十一节 圣经说什么呢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起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这个经节呢 当牧师的我们呢 常常是在殡仪馆 或者是在那个藏墓的时候呢 我们就念了这个经节 那就是换句话说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起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该称颂的 耶和华的名是应该称颂的 可能是皮肤的癌症吧 孩子的母亲得到了癌症 然后癌症的人呢 都在病房里面 在医院里面 会结交朋友 然后呢 两个妇女得到癌症的 就变成朋友了 突然间 这个 人过世了 然后呢 他写了一个见证 他说在母亲过世之后 他的一位癌症的朋友呢 非常的伤心 一边对我说 他说 你的母亲对我非常的好 我很难过 没想到他依然 比我先走一步 得到癌症的人呢 其实如果不是主耶稣 能够祝福的话呢 就等着 死亡 来结束 他们最后的人生 然后呢 这个妇人非常的伤心 她说 你的母亲对我很好 然后呢 这个孩子就说 我和母亲都祷告 希望呢 你能够找着潜意 可以继续地陪伴你的丈夫 这个孩子也告诉他 他的母亲也非常的 关怀他 所以他们就祷告了 握着手祷告 一边感谢神 也一边流着眼泪 因为他妈妈过世 他的好朋友过世 所以呢 他们就一起 在哀伤的时候呢 感谢神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想告诉你 一个人失去母亲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我曾经 也觉得 伤心也不要太久 但是当我失去了母亲的时候 我才想到 我们失去了一个 非常爱我们的人 偶尔呢 我们会想念他 偶尔会想起 他所讲的话 偶尔会想起 他的爱心 他的关怀 他的牺牲 尤其是一位母亲 他这一生中呢 就为了这个家 手呢 就非常的粗 为什么呢 洗盘子啊 扫地啊 做家务啊 所以他的手呢 不是很滑的 但是这个双手呢 就是把孩子们 丈夫们照顾的 条条有礼 成功 成为一个成功的年轻人 今天 圣经告诉我们说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起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 是应该承受的 那最后呢 我领悟到了 耶稣也很爱我们的个家 给了一位好妈妈 76岁才过世 77岁 然后呢 上帝呢 非常了解 我们对各种情绪 处理方式的挣扎 他希望我们 坦然面对哀伤 甚至表现出 脆弱的那一面 即使我们的哀伤 是不是毫无止境 又哪里承受 上帝呢 保证 他的特质 不曾也 不曾也 不会改变的 那句话 换句话说 他对我们的爱 他对我们的祝福 他对我们的关怀 永远不改变的 借着这个允许 上帝让我们的心得安慰 并使我们能对他的 同在的心存 感恩 他就说 主耶稣 谢谢你主 虽然我的妈妈 已经过世了 我妈妈也是得到癌症 然后呢 主耶稣 我们只能够感谢 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妈妈这么快走 一生一诊断 六七个月就走了 我们是人 我们的耶稣 永远都爱我们 所以我们每一次 都要记得 这个境界 赏测的是耶和华 赐给我们好妈妈 是耶和华 收起的也是他 耶和华的名 是应该称颂的 这个是很重要 我们就感谢他 对我们的爱 今天 如果你真的有爱上 你真的有痛苦 你不要买烟 你就说 主耶稣 我虽然没有机会 好好地孝顺我的母亲 好好爱护我的父亲 主啊 原谅我吧 我们只能够求主 原谅我们 安慰我们 但是我们 如果还有机会呢 就要好好地照顾 他们老人家 有机会呢 好好地 侍奉主 那么非常的重要 好 我们一起提到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如果你在 爱上的时候 记得 耶稣陪伴着你 祂永远不离开着你 哈利利亚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今天 在我们的人生中 爱上中 感到孤独的时候 主 我们知道主 你是永远不变的神 你是爱我们的神 慈爱的上帝 再次谢谢你 了解我们 并带领我们 一步一步地 走过了爱上 也度过了爱上 也战胜了爱上 因为你永远地 安慰我们 你永远地 陪伴着我们 我们爱你 祝耶稣 我们奉耶稣的名 把我们的一生 都仰望 都交托在你的手里 Hallelujah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